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伙快站住 站住 快把小青龙还给我 快点 快停下 大家伙给我停下 站住 快停下 飞飞淘气上哪儿去了 上哪儿去了 什么声音 灭齿龙 还抓了小青龙 快放下小青龙 站住 怎么又是你 阴魂不散的竟跟着我们 我还要问你 你没长眼睛吗你 别吵了 救小鹿要进 等等我呀 他哪儿去了 灭齿龙 他回到家了 好像是母捏齿龙受伤了 瞧小青龙在那儿 怎么办小青龙会被当成食物吃掉的 我现在就去把小青龙抢过来 哎呀 飞飞不要鲁莽 让我同捏齿龙交流交流 得了吧 你去交流 难道你忘了上次被青龙摔上树枝的狼狈像了吗 你忘了吗 就是 你不会又大声喊我救你吧 哎呀 那是我找错了对象 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的 你要去就自己去吧 好好好 嘿嘿 我这就去了啊 这 他真的去了 嘿 大家伙 你好啊 别误会 我没有恶意 你看他这下受阻了吧 你没看见吗 木龙受伤了 我是来帮他疗伤的 我说的没错吗 对了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 就是音乐弹 他可有止疼的作用 搞什么名堂 又是挥手 又是音乐弹的 真是个笨蛋 这只是在做无用功而已 怎么样啊 嘿嘿 我没骗你吧 好了 别害怕 让毛大哥 给他清理清理担保 你呢 就在一边看着 我先给他削削眼 然后再包扎一下 这呀 可是我刚学的 别怕 别怕 乖 别了 一点都不疼 是不是 这家伙还真有一套 叶齿龙没有注意小龙了 我们行动吧 怎么样 是不是舒服些了 可以行动了 可以行动了 好险 好险啊 好险啊 好乖乖 再忍耐一下 就快包扎好了 别担心 淘气 这一次我们一定成功 先装个感应器 淘气 快去抱小龙啊 快点 好嘞 淘气 你要干什么 你没看见吗 你没看见吗 我在救小龙啊 淘气 小心啊 慢点 小家伙 他是我的朋友 别 误会了 真的 他可是我的兄弟啊 他可是我的兄弟啊 你 你 你 哎呀 哎呀 真够悬的 淘气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啊 啊 还是查查资料吧 嗯 我这儿有 快看 涅齿龙 是一种独特的恐龙 生活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白鳄剂 体长约两米 它的前肢很大 长有三根锐利的爪指 爪指很灵活 非常适合抓住那些拼命挣扎的猎物 涅齿龙只是一种小型的恐龙 但是是所有恐龙中最聪明的 当这种机智的小动物前行觅食时 其他的恐龙往往脆不及防 哦 看来我们碰到前行高手了 哈哈 现在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 用吊虎离山之计 喂 大家伙 快把小龙还给我 听到了没有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如果你再不放 那我就要你尝尝我的厉害了 过瘾吧 北斐 你小心一点 你想咬我呀 我要过来 快退后 帮我一个小房 否则我对他不客气 把小龙还给我就行了 快一点 我的枪可是不长眼 大灰灰小心 不要杀害菲菲 不要杀害菲菲 不要杀害菲 不要生气 我不是故意的 菲菲 我们快去帮猫大哥一把 又不是我要他救的 干嘛要帮他 万一他有事可怎么办 好吧 就知道添乱